第一个我们要求停止差别提示待遇 我们都是同等性质的工作 那竟然有三等跟四等之别 第二个我们希望台北县政府 能够立刻停止外包派遣 稳定就业保障劳工 但是我觉得县府如果要拿外包这件事情 来这个回避所谓的该给员工的福利 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藏的事情 停止外包派遣 第三个我们希望台北县政府资方 要遵守传信协商的原则 以把办理各项劳资会议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县政府不能推诿 就是说因为所谓的身份准职家事 而偏偏的停止召开劳资会议 事实上这个事情我们也请教过 拉伯会基本上是违法的 为民主就业保障 第四个重点就是停止打压工会 北县的民主才不会倒退 我就主张说希望我们劳动局自己可以身为表帅 赶快成立公会 能够成立一个不要单身典范 让我们各个其他的体制好 能够不要说不早就走 那这样子不太好 依据现在台北县政府所签议的劳动契约里面 三值等是两万五千多块 两万五千多块扣到姚健保之后 只剩下两万两千多两万三千多 他们理这样的薪水流了十多年 请问大家觉得合理吗 台北市的员工 厅管员进去的时候是三值等 三个月适用期过后就立刻变为四值等 当然我们可以说台北市政府是所谓的直辖市政府 可是台北县部也已经升了准直辖市 准用直辖市相关规定吗 也就是我们的一级局主首长已经高升13值等 可是基层员工的状况到底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善 就说你们要完全的比照 完全的调升 那应该也要从整个府里面的所有的人 一同去考量吗 不是单纯就这一块 我们现在 目前我们只要四值等出缺的话 我们就会把那个四值等留下来 用三值等的人去补 三值等的人去补 三值等去补四值等 对对对对 那三值等出缺流水来补 三值等出缺就一缺补补 那这种问题 我们要回到整个所谓的 停返整个队来政策是整个走向 那这走向会影响到 以后后段的一些灵源 影响到需要整个阻塞 那有关于我们交通局目前 并没有所谓的相关的外包政策 那事实上 我相信我本身 我自己也不想要委外 我们交通局的部分 其他局势我们不知道 就我们交通局的部分 我们目前政策是很稳定的 就是说新的部分 新的地区才有可能 采委外的部分 那原来的厂的部分 我们目前的政策是没有要委外 这样子 我觉得讲究要不要去 稍微争取一下 这个扩大人员的部分 而且这其实对于长旧事件 还有帮助 这个部分就是回到刚刚讲的 就是人事政策的问题 整个府的这个劳资会议应该要续办 不能让它回归到每一个局处 那每一个局处的这个劳资会议 当然我们也乐见他们依法能够成立 但是希望也能够透过我们 台北县政府产业工会这边的协助 然后一起来成立 然后让这个劳资的沟通能够更加的顺畅 我再讲一点 事实上劳资会议在民间企业的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因为它没有发展 所以呢没有人要鸟他 什么时候要鸟他 如果你们公司要请外劳的话 我们这时候台北县劳务局 就会非常的严格 就是看你有没有开劳资会议 如果没有开劳资会议的话 你可能就没有申请外劳资格 也就是说我们的台北县劳务局 事实上我非常欣赏 因为他们在监督民间的时候都非常的有心 都让民间的业者觉得非常的苦恼 但是呢我要提醒劳务局 就是民间业者现在也在收集你们违法事实 好 就是说你们可以这样搞 为什么我不可以 其实呢 民间就是在出一位嘛 就是要拒绝一些事情 其实说我老资会议官方可以议议 我们今天是在议议 我们的老资会议官方可以议议 我们可以议议议 所以这个官方的 一是老资会议实施办法的部分 当然是说如果今天见解说 台北县务局的法人 他应该是统筹所有的居住室 然后那个以前的什么 应该老资会也很远 他要再陆续开会 有一个比较像 类似像这种总峰会那种 那种属性的话 因为这法治上 现在没有设计的这个样子 不啦 确定 我会议议 现在就是 基工会和工会是存在的 你要承认它是存在的 合法存在的 我们就是建立一个窗口而已 是这样的概念 它是一个合法存在的 产业工会 它没有窗口 这个 这就没办法做 所有的劳工权 只要老师自行协商就可以决定 包括放心家都是 那我就不懂 为什么关于工会自己的运作 这样的事情 劳工局 这个处处的管非常的多 所以工会是独立法人 尊重工会自治的原则 就是尽量有工会自己的会员大会决定 怎么会是 劳工局不断的干预这个工会自治的过程 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不可思议 每次要你保障 劳工权益的时候 你说劳资自行协商就可以决定 既然大人要你保护工会的时候 你就说 这都完全不可以 我觉得这完全不可以理解 我就主张说 希望劳工局自己可以身为表率 赶快成立工会 让我们在目前大概摸索的一段 能够成立一个 不要干跟典范 让我们各个其他体制 不要说不走 那这样子不太好 商工局产业工会同仁请假 根本不是问题 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目前在各位看来 似乎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但我总觉得这是个人的问题 我先把它定位在此 第二个 我们的社会管理员很辛苦 他要寻单 寻路段开单 他一旦请假的话怎么办 他请假的话 就要由其他同仁来带来 或者是说 他原本是一个小时 寻两个路段 他变成要寻三个路段 所以在我刚到这个清晨医院科 很多同仁就跟我讲 为什么老师有固定的人请假 请假会带来给他们很多的问题 那我也试着想了解这个问题 我现在回应他在台那个理科长 就是说这个是 他在讲他也是个人问题 然后还有说请假有同仁代理 然后还有说这样绝没有不准 我觉得是事实 我要拿出来讲 就是说请假有同仁代理 我们当然知道啊 但就是 我们现在就算说不请假好 路段都很长了 那这个话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交通局停管人员不够的问题 是应该由扩大编制来做根本的解决 是不是根本的解决 知道是我们扩大编制嘛 怎么会用所反过来说公会 公会的担公不应该请公驾呢 这点是有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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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